你好 欢迎收看10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新议会定期大会在今天开议 下午进行现场施政报告 现场徐政委向在场的议员同仁 说明今年度执行的工作 而113年度也编列预算要执行的项目也做说明 希望可以在府会共同努力之下 共创花莲的美好未来 欢迎新议会第二十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下午则是进行现场施政报告 首先是有议长说明议事的程序 希望你们利用定期大会的时间 做好监督的工作 花莲新议会二十届第二次定期大会 今天正式开议 会期持续一个月 欢迎各届提供保费意见 让县政迈开大故事 让预算合理分配 让乡亲的需求精准到位 花莲新议会一定会善尽职者 监督县政以符合县民的期待 简接着就是现场施政报告 许政会并且说明今年度所执行的工作项目 同时也说明113年度 所要执行的中大县政工作 现在SDGs已经是风景移动 所以各项的建设 各项的政策 贴近联合时期上的指标 我们也在连结SDGs的时候 从去年的花莲 从去年的Miss Taipei 开始 让我们在这几年对于青年的创新创业 来到台北的Miss Taipei 去展现自我的创业精神 也连结了相当多的天使基金 让花莲的年轻人的实力 以及软实力被看见 而因此今年8月 让Miss花莲成熙 让将近70家的 所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青年朋友 伙伴 来到花莲跟花莲青年朋友 以花莲的乡亲来做教育 更有跨国际的论坛 来分享不论是地方创生 或者是旅游深度的旅游文化的市场 既让出花莲不一样的花 所以让后世花莲 可以一起看到花莲的光影 更让花莲的年轻人拓展 花莲先议会从30号开始进行定期大会 10月30号到10月6号 则是进行各局处工作报告 11月7号到11月22号则是现正总咨询 23号到24号则是分组审查 27号到28号则是23读议程 虽然有些电视台也会进行采访 在现正总咨询期间 也会把义员们所提出的建言 让乡亲知道 义员们所关注的焦点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